我现在是在独库公路的终点 库车 你们知道来库车一定要干什么吗 一定要尝一下库车的大狼 看见没有 你们见过这么大的狼没有 真的是好大的狼呀 来库车一定要尝一下库车的大狼 在库车这个地方歇了两三天了 今天准备出发了 准备走沙漠公路去民风 然后从民风那边走216 这个狼我要带在路上吃 这两天走沙漠公路 干粮就是这个狼了 今天要走的路又要开始遭老罪了 我的天哪 700公里的沙漠公路 太阳顶着晒 想着就头疼 所以出来魔旅真没你们想的那么美好 这一冷一热真的是遭老罪了 出发咯 还没走出库车室呢 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我的相机掉了 给你们看一下哈 我在360相机的底部装了这样一个快拆扣 我刚刚骑车骑着骑着 我看着相机掉的 然后我就赶紧停车 结果这个路上没有 我刚刚把这里面都找了一个遍 都没有 我看着相机掉了 然后我就停车了 但是我现在怎么找 我都找不到我的相机 往那边也没有 我看着相机往这边掉了 这个里面也没有 然后马路上也没有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车上 车上也没有 我最开始在马路上找找不到 然后到草丛里边找草丛里边找不到 然后我就想着它是不是卡在这哪哪个位置了 我看了个遍 顶着烈日找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找到了 谈到这个草丛里面去了 我刚在这翻了半天没翻到 还好镜头没有被摔着 镜头看了一下好着的 机器的这个地方被摔到了 然后就是下面 我是买了一个这种快拆扣 哎呦刚刚找那个啥 手上还给我扎了一根刺 把这个快拆扣卸了 以后还是用手拧吧 打扎了一根刺 我今天走的这条路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 是一条横川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条公路 虽然叫沙漠公路 但是你看它的路旁全部都是植物 这是为啥呢 其实在这个植物的外面就全部都是沙漠了 这个植物是专门种起来防止沙漠 把这个公路给覆盖了的 然后呢在这条公路上面修建了108个这样的水景房 给你们看一下 红色的顶蓝色的房子 这就是水景房 每个水景房呢配的有专门的养护这些植物的人员 这个水景房里面住的是一个阿姨 就她自己一个人在这边 然后呢刚刚跟她聊了会儿天 她每天干活的话是需要干上一两个小时的活 给你们看一下 她每天只需要把那个机器打开 然后这个管子 她就会自己给这些植物灌溉 这里种的是嗦嗦树和洪柳树 刚刚阿姨告诉我呀 她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4000块钱 他们在这里的生活并不忙碌 每天只需要工作一两个小时 大多数时间的话都是待着休息 只是比较无聊 他们的生活用水全部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 然后包括他们吃的食物 都是定时从外面运过来的 这个灌溉沙漠的水呢 是从地底下抽起来的盐碱水 不能用来使用 只能用来灌溉 在这边水景房休息了 得有一个多小时了 车上也没有带别的吃的 就带了一些火锅底料 这个阿姨是四川的 看一下这天气 火锅底料都软了 把这几包火锅底料留给阿姨吧 感谢您的感受 今天真的不知道倒的什么煤 刚出发 360相机掉了 摔了一下 镜头没摔坏 这会无人机炸了 撞到那个中国石油那个牌子上去了 现在去捡我的无人机 只有荒凉的沙漠 没有荒凉的人生 无人机掉在了那个地方 不对呀 我这个无人机应该是有避障功能的呀 哎呀 完了 完了 撞坏了 撞坏了 头都撞歪了 头都撞掉了 哎 呀我的妈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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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巴比Q咯 巴比Q咯 先关机 直接把电池拔了吧 哎呀 哎呀 直接把电池拔了 哎呀 我可怜的无人机啊 大爷 哎 哎 第一次炸鸡 纪念一下 头撞掉了 哎呀 那好可惜哦 用无人机好几年了 买了几年保险 一次都没用上过 买这台无人机的时候 光保险费用 就是差不多三千块 买了两年的保险 可以用上了 哎 这无人机坏了 走216 拍视频咋弄啊 好多镜头 无人机才能拍出来 而且216是 穿枪膛的一条路 那个路上没有无人机 真的是太可惜了 还好 残骸找回来了 这个已经是 不信中的万幸了 现在是到了沙漠公路 中间的一个镇子 叫塔中小镇 这边有住宿 然后有吃饭 哎 我今天我得吃点好的 哎 真的是悲伤的一天 幸好这个360相机还可以用 非常悲伤的一天 我要化悲伤为实力 哎呦 今天骑了400多公里 要老命了 吹来的风全都是热的 本来想着今天走夜路 赶到明风县 因为明天不想晒太阳了 但是我的脖子好疼啊 骑了450公里 我刚看了一下明风没有大江无人机的店 然后和田也没有大江无人机的店 我要寄回厂家 然后返修回来的话 估计要很长时间 今天真的是又累又饿 又悲伤 休息一下看一下 脖子能不能好一点 脖子要舒服一点的话 还是想今天晚上起到明风去 不然的话明天还是大太阳 然后热风浪 这个塔中镇特别小啊 只有两个宾馆 这个宾馆的价格是240 进去算了老老实实去住那个200多的宾馆吧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我感觉我这两天是不是热的脑子不好使了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沙漠公路的中段 这个地方叫塔中镇 在整段沙漠公路里边 只有这个地方 有加油站 我刚刚从这个加油站跑出去了 没有加油 然后跑出去好远一点 想起来又回来加油 太热了 真的太热了 热的人脑子都不清醒了 昨天把无人机炸了 还有200多公里到明风 到明风了 看怎么样可以把无人机的事处理一下 今天又是吹热风吃沙子的一天 以前看三毛的时候觉得沙漠非常浪漫 还想去撒哈拉沙漠 现在真的是只想逃离这个地方 真的太热了 而且非常的干旱 你在这种环境下 特别是这种状态下 骑车真的是感觉 整个人都在火上烤的那种感觉一样 就放在自己已经成烧烤了 我现在只想赶紧去西藏 太热了 沾沙漠的keeper 除人绘的购物 火人的喜灾 吸烧烧烟 还准备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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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了 满脸的沙子 只要有车从旁边过 就会带起来好多沙子 这会儿在一个水井房这边休息 给你们看看我的手 手套和防晒衣的交接处 又黑出一个新高度了 隔着防晒衣 这两天晒得我胳膊痒得很 细看胳膊上面起的这个小褶子 这边这一块是沙漠的腹地 沙漠真的一点都不浪漫 终于走出沙漠公路了 前面马上到民风了 我的天哪快热死了 到这边看到了绿色的植物了 太热了太热了 到民风了人都快热寒了 哇这边的宾馆价格终于恢复正常了 今天晚上开了一个房间 170看一下这环境 哇我觉得这是到新疆之后 住的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酒店了 房间还挺大的 然后卫生间和浴室都是分开的 空调在哪我要开空调 哎呦这个房间是中央空调 开空调开空调洗澡 洗个澡休息一下 赶紧把我无人机的这个事处理一下 因为我马上要走216 穿那个枪塘无人驱 走那一路没有无人机的话 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先洗澡吧 热死了 全身不是沙子就是汗 整个脸上头上全是沙子身上 哎洗完澡了 整个人终于舒服一些了 先把我这个无人机的事情处理一下吧 我这个无人机是买的有保险的 应该是可以修的 昨天把无人机捡回来之后 里面全是沙子 我要把里面的沙子吹一下 看一下这个无人机的损伤程度哈 前面这个盖子好像快撞掉了 感觉松了 然后这个无人机的云台 云台这里是断了 自己修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修的 必须要返场 这个东西是我前两天刚收到的一个好东西 你们猜这是个啥 这是个风扇 可以用来吹头发 然后可以用来当古风机吹灰尘 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给那个充气垫充电 然后这个的话是充电的 我觉得现在这些科技真的是非常发达 就这么小的东西 吹头发也可以用 这会儿在手机上面操作一下无人机的更换 看一下无人机炸击了之后 怎么样去换新的无人机或者是怎么样去维修 在无人机的飞行器里面应该是有自助维修的 找一下服务与支持自助继修 看一下哈 这个无人机我这个大疆无人机买的时候是 加了两年保险 然后畅飞套餐 就是三块电池两年保险 是两万二 去年买的 看还在有效期内 急速换新 这个的话应该是可以换一个新的机器 用这个吧 用这个就是直接换一个新的机器 序列号 寄回机身 看一下 本次贩新需支付费用998块 就是我现在这个机器只要给它寄回去 然后它会给我寄一个新的机器过来 但是需要我支付998块 下一步 我所在的地区站位开通顺丰上门取件 无法使用急速换新服务 请使用自动自助继修 寄回我的产品 没办法上门取件 我刚了解了一下哈 用这个急速换新的话 就是顺丰取了件之后 那边立马就发一台新的机器过来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和田的民风县 这个地方没有上门取件 然后呢 我看了一下那个自助继修 自助继修的话就是 自己把这个机器寄过去 然后维修费用的话就几百块钱 但是用这个呢 就是把这个机器寄过去 那边收到这个机器之后 修好了之后再寄过来 我估计要是用这个自助继修的话 这个无人机最起码得一个月之后 才能完好无损的回到我手上 我刚刚联系了库尔勒那边的 大江无人机店 在他们那里买了一个大江的无人机 买了个几千块钱的 那边大江无人机的店 会帮我找跑线车 到时候让跑线车 帮我带到民风这个地方来 因为从我这里现在去库尔勒的话 差不多八百多公里 特别远 我自己跑的话 我自己不管去任何地方 去买无人机的话 那太折腾了 现在能想到最好的解决方式 最快的解决方式 就这样了 在库尔勒大江 买了个新的无人机 让跑线车给我带到和田来 等无人机带过来之后 我再出发216前往西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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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